抗拒上金命令在加州成为家传户晓人物的台湾瑞主计长江俊辉 54岁他是台湾移民的儿子 工作生涯从税务律师开始 后来兴起从政的念头成功竞选税务委员 再更上层楼两度当选主计长 两年之前更加是做财务长即是加州的财爷 据报道他从政和妹妹江二玲拉上的关系 1999年做华府移民局律师的江二玲被发现死在河岸 警方说是自杀 没办法接受这个说法的家属奔波了12年 警方最终确定是他杀 但没有足够证据起诉而空就这样结案 这件事令到江俊辉决心代替妹妹 持续这样做他所相信的为人的好事 作为美国份量最重之一的亚裔政治人物 属于民主党的他已经宣布2018年竞逐加州州长